高雄發大財 韓國瑜旗山造勢 一日遊 現在記者就來教你怎麼玩 首先第一站早上九點 你可以先來到天后宮參拜 所以要再短短不到 一百公尺左右的距離 只要過個坎稍稍左轉 一走出來後 你就會發現人來到了旗山老街 而事實上這裡的特色只有兩個字 香蕉 香蕉 還是香蕉 上次我們也看到像記者右手邊這一家 網路票選第一名的香蕉蛋全 旗山老街整排拔洛克風格的建築 怎麼拍都有FU 美食當然也很有特色 香蕉蛋捲酥脆香甜 香蕉 冰淇淋紅茶 口感層次豐富 我們這個口味是香蕉的口味 這是我們大眾口味 這大家都喝的 逛老街拜完天后宮後 這時候時間來到將近十點半左右 想必這時候你一定口渴了吧 這個時候就可以來到下一個景點 也就是旗山堂場 在這裡事實上 他們有一些自己新生製作的冰品 可以供你享用 冰淇淋可以來到一旁的 懷舊小我車打卡拍照 之前就是很久沒有來 趙氏永會來的話就找不到路 一日遊來旗山一日遊 那天會不上班來一日遊 或是半日遊 來挺韓國語也順道來旗山旅遊 逛完旗山知名景點 還可以繞去美農客家民俗村 造訪民風淳樸的小鎮 放慢步調輕鬆遊 結束之後就可以前往晚會的地點 高美一磚 挺韓間旅遊意外帶動當地觀光 記者張宇軒李孟昌高雄報導